中方高度重视中欧关系 一直同欧方保持各层级各领域交往 我们欢迎伯雷利高级代表在双方方便的时候尽早访华 愿同欧方继续保持沟通 报告证明不了日方排海计划的正当性 日方单方面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海 实际是将自身成本和风险最低化 让全世界承担本可避免的核污染风险 报告明确指出 机构既没有建议日方采用排海方案 也没有为日方排海方案背书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将加强海洋环境监测 强化海产品等进口的检验检疫 确保公众健康和食品安全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关乎重大国际公共利益 不容含糊 不容闪失 中方敦促日方尊重科学 尊重事实 不要企图将机构报告当作启动 排海的挡箭牌 忠实履行国际道义责任和国际法义务 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以负责任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中韩双方都认为这次磋商是富有建设性的 同意共同推动中韩关系 早日克服当前困难 重回健康发展轨道 商定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政治外交沟通 关于两国外长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 举行双边会晤等具体事宜 目前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关于你提到的有关方面 对王一主任有关讲话做出的回应 我们完全不能认同 我也愿意借此给大家做一些进一步的介绍 二十多年来 中日韩合作已经成长为东亚地区 最具影响力的次区域合作机制 为三国和亚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主要助力 但近年来这种局面正面临挑战 个别域外大国为了谋求地缘私利 可以渲染意识形态差异 大肆编织各种排他性小圈子 试图以对抗取代合作 以分裂取代团结 如果放任这一趋势发展 不仅会严重干扰三国合作的顺利推进 也将不断加剧地区形势的紧张对立 我们要强调的是 中日韩三国应当加强互信 其之鲜明地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 反对任何可能将本地区 卷入冷战或热战的严形 反对地缘冲突 集团对抗 引入地区 如果美方的总结仅仅是为了下一个喀布尔时刻 更加有序体面的话 那这样的报告 无法给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美方真正应该做的 是将冻结的阿富汗央行资产归还给阿富汗人民 解除对阿富汗的单边制裁 从根本上放弃穷兵独武的政策 纠正肆意侵略干涉他国的行径 避免阿富汗的悲剧在此上演 加者相关物象具有明显的军民两用属性 对加者相关物象实施出口管制 是国际通行做法 欧盟成员也对部分物象实施出口管制 中国政府依法对加者相关物象实施出口管制 确保其用于合法用途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